好吧 既然有约定 我也不想违约 不过你要记住 为了保你 我可是承担了极大的风险 我必须给人家有个交代 陈书记 你放心 我肯定会给你个交代 我承诺了十五天 现在还剩八天 咱八天后见 我保证 好吧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我也活出去了 不过 我认为八天之后 是你事业的一个分水岭 要么大功告成 要么 我不说了 祝你好运 那好吧 陈书记再见 怎么了 检察院韩检察长打了电话 说赵国权被拘留了 怎么回事 南大文史学院好几个人揭发赵国群 品德败坏 不但利用权力所举行贿赂 包二奶 还利用掌控古一职发掘经费的权力 以权谋私 先后收受贿赂八十多万 其中一部分放在博士生汪彩玲那里保管 赵国群和汪彩玲都已经全部承认 款额也全部查到 已经冻结 你现在这样就是为我珍光 为浩浩着想吗 离婚吧 这次真的离婚吧 我同意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我已经人之一尽了 我们的婚姻多存在一天 对你就是多一份伤害 你觉得我现在会离开你吗 现在不要说这些了 你要积极配合他们工作 且 一分一毫也不许藏着掖着 好好能办 还要是知道了 还不得伤心死了 这件事能藏得住吗 你知道给浩浩带了多大伤害吗 我告诉你啊 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你 我休想你了 至少先瞒我眼前这阵子 就说我出差了 将来再慢慢告诉他 要不然 真的不担心死了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呢 浩浩 我对不住你 你对不住浩 实在是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了 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哎 真的 我现在才知道 我原来是这么个龌龊的小人 快把我枪毙了 让我去死 你连刷死的资格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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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知道你天性是善良的 只是你脚跟不稳 遇见了你肯定会摔倒的 我真的挺后悔的 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就没有埋后悔药的 也没有那么多加入 怎么回来也不跟妈妈打声招呼呀 不喜欢妈妈回来呀 我爸呢 你爸啊 你爸去一个谷遗址的 挖掘现场 过几个礼拜就 别说了 骗我 我都知道了 我爸玩女人 还贪脏受虐 那天哪 落到监狱去了 你听谁说的呀 你别管 妈 他们说的是什么 肯定都是骗我的 妈 我爸爸不是那种 他是个好爸爸 你说呀妈 妈 妈 你不会 又要和爸爸离婚吧 你不要离婚 千万不要离婚 妈 你说呀妈 爸爸是个好爸爸 我也爱你 让你们不离婚 你说说我干啥 我就干啥 妈 妈 你们不要离婚 千万不要离婚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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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哎呀大哥 我吓不死我 大哥 我昨晚听说了 太震撼了 你太有本事了 那么多人啊 你都能说他们眼皮 你家给跑了 这对大哥来说 小菜一点 何自共振啊 屁大点个地方 我早都看好了 我那帮的兄弟啊 把电源给他一切 剩下的事 简单的就跟异一 太牛了 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 哎呀 鸡屁股啊 你跟老哥时间长了 你就知道老哥的能脉了 哎 大哥 这话说回来 这童远征啊 怎么安排你住这么个地方 啊 这地方不好吗 这比大雨林头舒服多了 那倒是 长老的意思啊 让我在这先躲几天 等风声过去了呢 再让我跟外面联系 哎呀 对对对对 鸡屁股 你在里头没有少照顾大哥 大哥一定好好谢谢你 哎呀 过两天 就给你找几个漂亮妞儿 哎呀 大哥说这干啥 哎 大哥 啊 可我给你戴上 哎呀 你在雨里想都不敢想 哎呀 这么多东西 看啊 有鸡 鸡 鱼 啊 还有你最小的 啊 牟台 哎呀 我的天呐 你太牛了啊 哎哎 对了 哥 我忘问你了 你现在身体能喝吗 我身体棒得很 哎呀 你不都尿血了吗 哎呀 我尿血是把手指头咬烂 滴到尿里头 骗警察的 哎呀 大哥 真有你门的 等我陪你一起啊 啊 你陪我来点啊 哎 假有皮子呢 大哥 就很薪 费 你换呀 你心态的 咇嚐 Nico 他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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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老三 我找个老三 大哥 老三让你在这边说苦了 我没事 这次你能顺利逃出来真是不容易 谢谢我老三 我 靠我的兴许财 我怎么样 我没让他去学校 直接送我表姐那去了 你估计赵国群会判刑吗 他又说 只要核实了金额 肯定是免不了的 判得越重 对你越不利 离婚是肯定的 但是眼下好像不成了 像是咱们落井下石似的 算了 我也不劝你了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这种事 旁人说什么都不重要 王全那边情况怎么样 麦刚一开始啊 没敢直接问U盘 先是用黄平安的口吻呢 和他聊天 从郭超贵说起 王全对答无聊 跟白天说话是一样的 他说 郭超贵和乌妖琴 有了一腿之后呢 乌妖琴成天要这要那 郭超贵的那点工资啊 根本就不够 愁的不行 驴梗呢 多次借钱给郭超贵 后来郭超贵的老婆 发现郭超贵包二奶 又哭又闹的 要离婚 让郭超贵啊 净身出户 还让他的孩子 跟他断绝关系 郭超贵就动了 杀他老婆的心思 他把这事和驴梗说了 让驴梗伪造一个现场 就好像他老婆是触电死的 驴梗呢 征求了萧林的意见 萧林没同意 这事就割下了 想不到吧 驴人也不得了 麦刚啊 就问在哪能找到郭超贵 王全说只有他知道 郭超贵啊 肯定是躲在了武长县的马蹄坡村 那是郭超贵老家的邻村 郭超贵的父亲呢 郭栓李临死的时候 告诉郭超贵一个秘密 说他年轻的时候 喜欢上了马蹄村的一个姑娘 叫翠儿 两个人山盟还是的 但是后来郭超贵 进城当了警察 吃上了公家饭 他的父亲也就是郭超贵的爷爷 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 就为这事儿 翠儿呢非常伤心 喝了农药 人没死 但是呢眼睛瞎了 翠儿一辈子也没结婚 郭栓李呢觉得非常内疚 临死前啊 让郭超贵尝去看看翠儿 翠儿是虽然眼睛瞎了 但是手很巧 会做香包什么的 王全说 郭超贵肯定躲在翠儿家里的 赵伯 我让海东他们现在过去看看 还有什么 还有驴梗 驴梗一直不离开南石 咱不是奇怪吗 王全说啊 其实吴妖琴的那个孩子啊 是驴梗的 这个吴妖琴可真了不得 先勾搭上了郭超贵 后来呢看驴梗有钱 又勾搭上了驴梗 没多长时间呢就怀孕了 又生了个儿子 驴梗一开始啊并不认 但后来发现这孩子啊 长得确实像他 就慢慢的给吴妖琴一些钱 吴妖琴呢觉得钱不够 就干脆啊把孩子藏起来 威胁驴梗 不让驴梗见孩子 王全说啊 驴梗之所以不离开南石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 他想把孩子一起逮换 提没提到幽盘的事 提到了 但王全这小子啊 就是不一般 死活不说具体地方 说除非萧林本人来要 其他人一概不告诉 麦刚怕王全的酒精过了 真的醒了 就没敢多问 他打算啊 改天再过王全一次 下次啊 肯定能问出幽盘在哪 没有下一次了 赶紧找一个安全地方 把麦刚给藏起来 万一王全有所感觉 麦刚就死定了 王全下手极快 要不萧林怎么那么信任他 可是咱好不容易猜 没什么可视的 麦刚的安全才是第一位 哎 线索眼看就要到手 放弃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我们都准备了那么长时间 没什么可惜的 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 咱们能让王全从监狱跑出来 他已经上咱们的头 我相信 他不会这么死呆着 肯定有所行动 到时候才是咱们的机会 我告诉你啊 你一定要记住 安全才是第一位 好吧 好 局长 看守所来电话 说赵国群在看守所自杀了 你知道 雷队 情况怎么样 这个村上个星期就死了 死了 嗯 怎么死的 据村民们讲 正扫着地呢 一头栽在地上就不行了 而且嘴唇还发黑 据说 是一个小鸽子的人 一手给他操事的后事 鸽子不高 难怪 会不会是郭少贵 很有可能 村民们还说 这个人曾经出现过村子里 每次来都是偷偷摸摸的 甚至有的村民们反映啊 这个翠的死 会不会跟这个男人有关系 这些人也是 为什么不报警 据了解 这个翠多年以来身体就不好 而且你也知道 悉尼刚死 就是嘴唇发黑这个症状 所以村民们也就没纠结到这个问题上 村民们没说 这个人 是翠四以前来的 还是最近就在这儿 有提过 有的村民见过 一月月之前 这个男人就出现过村里 还开了一辆银灰色的越野车 村长 你好 他听到了 他住在马瓜夫家 就是村子北屯 门下有个老槐树 一个男的住在一个寡妇家 这多不合适啊 谁说不是呢 现在村里边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光剩下老头和老太太 谁还管这个闲事 好好好 谢谢你啊村长 谢谢啊 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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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这国朝贵 本身还挺大的 啊 在城里 有个吴瑶琴 在这儿还勾引了个马瓜 这翠儿啊 要是真是让他给毒死的 那才就想不到呢 嗯 哎雷队 你说那啥呢 会不会这翠儿知道了他啥事 做一个灭口啊 我都看清楚了 车在里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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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走了 来吧 快 开眼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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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真厉害 开个发廊都委屈你 你应该当个算命先生 当个跳大神的神婆才合适 你把死人都能说成活人 绕来绕去的 就是说你们俩没犯什么大事 对不对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胡说 我全身都是癌细胞 已经活不长了 超贵他真的是好人 是天底下最大最大的好人 好人 好人能扔下老的孩子 跟你勾搭在一块 我们两个没有勾搭 全是人家胡说的 你们两个是不是天在一块 没有 这个真的没有 我们两个 真的没有住一间房 我和马寡妇一间房 她一间房 不行你可以问马寡妇呀 超贵 她是我大恩人